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美国大选特别节目 在每一时段我们将为您摘录播报 当期有关于美国大选结果的最新要闻 美国总统大选点票在今天晚些时候如期开始 根据现在综合到各方情况 川普总统已经赢下的州 包括肯塔基印第安那 而拜登率先赢得了福尔蒙特州 在佛罗里达州选经一度出现胶着 首先是出现了拜登领先的情况 但是随着选票不断的流入 川普总统出现了选票反转的趋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原始选票总数 比他此前选举总票数提高了十多万票 尽管选票现在还没有完全统计完整 而四年前迈阿密戴德县的选票仅仅有三十三点四万张 而就在节目播出时已经有超过四十七万张选票录得 这是在大概百分之八十四的选区已经报到投票的情况下 拜登目前与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总票数相差只有一万票以内 迈阿密戴德地区包括佛罗里达州大部分古巴裔美国人社区 川普曾经精准地将其定位为可以帮助他再次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民 在一些线拜登的数字已经超过了克林顿 但是没有什么像川普总统在迈阿密戴德县的提振那样引人注目 而随后有消息传出在佐治亚州拜登率先领先 但是随后也被川普总统反超 而之后根据美联社的最新宣布 拜登已经赢下了弗吉尼亚州 而川普则赢得了红州西弗吉尼亚 随后在红州基本盘中又传来了对于川普总统的好消息 他赢得了兰卡莱纳州赢得了阿拉巴马州 又赢得了田纳西州 而在奥克拉荷马州也一局斩获 拜登随即宣布赢得了特拉华州 赢得了马里兰州 还有马赛注册州和罗德岛 而川普则表示赢得印第安纳密苏里 拜登赢得康涅迪格州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过去两个小时之内 有关美国大选的最新消息 南卡莱纳州有一个线 今晚将有一点四万张选票 因为打印错误而无法计算 根据报道在南卡莱纳州的多尔切斯特县由于打印错误 一万四千张邮寄选票将在周二晚上不被计算 根据该州选举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他们在白天试图扫描邮寄选票时发现错误 而该线必须在周三早上就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多切斯特县在查尔斯顿之外 该现在二零一六年以五十八对三十八的比例投票给川普总统 该州的参议院选举在GOP现任参议院格雷厄姆还有民主党挑战者哈里森之间竞争激烈 另外再来看到内华达州 川普竞选团队内华达州政府紧急提出动议 要求限制邮寄选票的处理 川普竞选团队还有内华达州共和党在周二下午提出紧急动议 要求州最高法院停止处理克拉克县的一些邮寄选票 该动议以选票可能被操纵为由 要求州最高法院停止克拉克县的选举 各方没有资格提出这些索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出口民调中所证实的信息 十名拜登选民中有三人表示反对川普是他们选择的动力 拜登的选民说他们选择总统的原因是反对另外一位候选人 这个数字非常之高 根据NBC对早期和选举日选民进行的出口民意调查结果 超过十名拜登选民中有三人表示 他们投给拜登的票主要是为了选择川普 相比之下仅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川普选民表示 他们的选票是针对反对拜登的 而更多的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川普选民表示 他们的投票是为支持总统 而拜登选民中则只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表示 他们的选票是为了支持这一位民主党候选人 再为您关注到股票方面的最新情况 股票期货周二晚间大涨就在美国人等待二零二零年大选结果的时候 在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还有俄亥俄州等关键战场州民调结束 但是结果尚未公布 早期结果如期而至 而前副总统拜登在几个选举人团中保持微弱留线优势 但是优势非常不稳定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一百六十八点 涨幅达到零点六一个百分点 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和纳斯达克指数期货 分别上涨零点六三个百分点 还有零点五二个百分点 而周二盘中主要均线均上涨至少百分之一点七八 录得了二零八年以来最好的选举日 从大宗商品来看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期货交易价格上涨七十七美分 报三十八点四三美元 而黄金期货价格则上涨一点六美元 报一千九百一十二美元一盎司 而根据美国选举项目数据 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 现在至少有四个州在选举日之前投票率 已经超过了二零一六年大选的总投票率 二零二年大选中德克萨斯州有超过九百七十万张选票 比四年前多了百分之八点三 同时华盛顿州有三百五十多万人投票 比二零一六高出百分之五点四 夏威夷州已经有约四十八点四万张选票 比二零一六年增加百分之十点六 蒙大拿州投下五十二点九万张选票 比四年前总投票率高出百分之二点四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选举项目数据 其他的八个州分别是俄勒冈州 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 佐治亚州 佛罗里达州 还有北卡奥莱纳州投票率已经超过二零一六年大选总投票率的百分之九十 目前没有更新数字 二零二零年的数字是在大流行推动的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激增的情况下出现的 而观察人士表示高投票率可能意味着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战场州边缘狭小 已经有超过九千九百六十万人参加选举投票 占到二零一六年所有选票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以上 而在周二亲自投票的推动下 美国很有可能会突破一亿张选票大关 而在关键性的参议院有最新消息 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赢得连任 根据美联社消息 参议员米其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获得连任 击败了资金雄厚的民主党挑战者艾米麦格拉斯 美联社在统计大概百分之六十的预计总票数时 宣布了比赛结果 当时麦康奈尔已经以百分之五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的优势领先 麦格拉斯女士得到了民主党捐助者的支持 他们向她的竞选活动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以对抗参议院多数当领袖 尽管在深红色的肯塔基州 她仍然被视为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候选人 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飞行员 麦格拉斯女士试图将麦康奈尔先生描绘成一个长期根植于华盛顿的政治家 并指责他阻止领导职位的关键立法 他将竞选活动的重点放在医疗保健上 呼吁改善评价医疗法案 并批评他的对手努力拆除这样的法律 而同时麦康奈尔则表示 麦格拉斯女士对于肯塔基州来说过于自由 是民主党建制派的一部分 最近几周麦康奈尔先生一直在宣传他迅速推动 确认科米巴雷特到最高法院以巩固保守派多数席位 六届参议员麦康奈尔先生最后一次在二零一四年 以超过十五个百分点的大比分优势赢得连任 而麦格拉斯女士在二零一八年竞选肯塔基州众议员席位时没有成功 输给了现任的共和党人安迪巴尔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当期最好的筹款人之一 筹集了大概八百六十万美元 以上就是美国大选第一时段重要新闻的报道 稍后华尔街电视将您带来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